田志轩文教基金会推动小农五春计划 邀请了专业职人开办课程 协助在地的学生来学习策展的过程和思维的方式 并且以在地职人为主题举办策展活动 以推广在地特色农产品和花莲职人的故事 而今年特别和海星高中广告设计科合作 希望能够将设计应用在在地推广的在地职人故事中 将花莲在地故事推广到全台湾甚至是全世界 田志轩文化艺术基金会董事长张美慧表示 小农五春是一个以培养在地策展人的计划 希望透过课程协助在地学生学习策展过程和思维方式 也以在地职人为策展的主题来举办活动 以推广在地特色农产品和花莲的职人故事 农委会目前正在推动一个绿照顾的计划 那这个范围涵盖很广 田志轩文化艺术基金会也争取来推动相关的细节 细部的计划 那其中一项就是我们跟在地的学校 来推动一个产学合作 这样的一个构想 那我们也特别选定海星中学 因为他们有广告设计科 那这个我们所推动的这个计划叫做小农五春 五春风的这个五春 我们特别是以在地的职人 那结合海星高中他们有这个设计的理念 我们希望透过让孩子们 让高中生能够理解花莲有哪些在地的农业 特色的这个农产 那可以结合他们的广告设计的能力 跟他们的设计的这个天赋 还有在学校所学的训练的成果 能够融合在地职人 我们一起来行销跟推动跟推广 田志轩基金会特别选择和海星高中广告设计科合作 希望可以培养在地的设计人才 校长程海鹏也乐见产学合作 让学生有更多实物的学习经验 孩子们最缺的其实是学与自用 产学合作的部分 那这个计划可以让我们的孩子 有机会到这个现场去 然后去采访去拍照 然后另外还有前面前段有学习的过程 后面有已经职场的达人 跟他们讨论互动 所以这是一整个完整的学习历程 这个对孩子们的学习成长非常有帮助 张美惠也鼓励同学们要把握难得机会认真学习 有效发挥自己的设计能量 未来也能够把设计应用在推广在地职人故事 让全台湾甚至于是全世界都看到花莲 这旅会欢迎视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